大家好,我是龍火球 這一次要來幫我們的買BUBU100來換機油啦 那換機油應該已經看得差不多了 不過我還是想要把我接觸過的車種 我換過的車種來拍一次 好啦,那我們就開始這一次的買BUBU100換機油吧 那換機油,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準備一個勺子 或者是可以裝機油的東西就好啦 然後就放在大概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大概就是一般塑膠車都是大概放在這個位置 就是中柱立起來之後,中柱後面一點點 然後買BUBU也是用17號螺絲 但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試了一下它 它的那個螺絲給的地方有點小 所以螺絲有點伸不進去 那可能我剛剛我另外一次伸不進去 那這隻只能勉強伸到一半 那應該還是可以換啦,如果不行換就再說啦 好啦,那一樣就是要逆時針把卸油螺絲打開嘛 好啦各位,那我剛剛又找了很久 然後終於找到一個可以用的套筒啦 所以說這台車要DIY換機油的話 可能要找那種薄型的,比較薄的那個套筒 那可能就要自己看一下 因為套筒,然後那種梅花板手是剛好塞不進去的 那我這邊剛好找到了一個套筒 真的是,我好險有這個套筒 要不然今天就不用換了 那就大概這樣,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能買的時候要注意一下,要買薄一點的 那也之後這台車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他整個體積都比較小吧 好吧那一樣,現在轉中了嘛 就可以把 卸油糊 用手把整個螺絲轉出來囉 把拆下來的螺絲之後就可以把螺絲擦一擦 那擦一擦擦乾淨 把這些成年玩夠都磨掉 那假如你想要的話也可以換成紫磁螺絲啦 好啦那各位,如果要把雞油漏乾淨一點 那就是這樣把它傾倒一下 那不要把整個車子翻過去 那傾倒讓它漏乾淨一點啦 那漏乾淨之後就可以接入下一個步驟啦 好啦那再來就是要把我們的卸油螺絲鎖回去齁 那傾倒螺絲鎖回去的時候會先用手轉 然後用手轉把整個牙都轉進去之後 才會用工具把它鎖緊 那我現在就是要用手把它轉進去耶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難轉 好啦那完全鎖好之後就用工具把它逼緊齁 那不用逼得太緊 就大概是一隻手握在旁邊 然後用力轉到最緊 那如果你自認力氣比較小的話 就外面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力氣還可以的話 你就中間一點 那轉到一隻手完全轉不動 差不多就那麼緊就可以了 那就大概這樣吧 好那這樣就鎖緊了 那這台車的墊片應該是不見了 要不然它是原本沒墊片的 那我現在晚上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墊片 所以就這樣吧 那好了之後就可以拿模布擦一擦 要不然下面還蠻髒的 老車通常下面都漏油漏的有點嚴重了啦 換個卸油螺絲墊片會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會漏 好啦那我們換到M當共這邊啦 那車人已經冷車了啦 所以可以直接碰一南共 那熱車的話可能會有點羞羞的 就要自己小心一點 那就準備一隻尖嘴錢或者是鯉魚錢 都可以啦 就是鉗子就對 那就把這個轉開吧 那如果你平常沒有鎖那麼緊的話 其實不用鉗子也轉得開啦 但是一般人都會用鉗子鎖緊 不要讓人家用手就轉得開 那這個就是肌油池 還有加肌油的地方 那肌油池就擦一擦 然後等一下要量肌油跟鎖回去用的嘛 好啦各位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買不補的前置物超霸空間 剛好可以塞下一罐機油 好啦 那這次我選的機油是 PGO的原廠機油 那為什麼會有PGO的原廠機油呢 那是因為我親戚就是做PGO的車子啦 所以我們家的車材全部都是PGO的 那野良是自己買的 那這一罐是PGO最貴的原廠機油 0.8升而已 所以可以直接加入它 然後不用再另外用量杯 那如果你是外面買的 那你就要用量杯量800cg 那量杯可能就要自己準備啦 那我這次就直接用這一罐來換就好啦 這一罐全合成囉 好啦那拿出你已經準備好的換油漏斗 那我相信你應該已經準備好了吧 那我建議買專用的啦 土泡的雖然好用 不過用久了就常常會斷掉 那如果是下次我可能會直接選專用的 因為你換個差不多5次就會回本啦 被幫加了 那你自己換可能半年就回本了 然後那就弄頭插進去 就可以把這一整罐機油加進去 因為這一罐是0.8的嘛 好啦那我們就來加機油吧 那就全下就對了 因為這一罐就是800cc的嘛 那一般機油是一公升啊 一公升全下引擎有可能會過熱喔 所以說建議要看一下它的標示 那通常是原廠機油 像是光陽原廠是出光嘛 然後三葉原廠是 山羊原廠我覺得好像是國光牌吧 那他們的如果是原廠機油 大部分都是0.8或0.9要自己看清楚囉 那大部分的售價車都是0.8的啦 包括這種小車大車都差不多 然後有些車種是0.9的 也是要自己看一下啦 但是其實多加少加 差140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所以說也不用太擔心 下次加的時候記得加回正確的油量就夠了 就好了 好啦那現在要來量一下 機油有沒有充足啊 那就插進去 不要轉 然後直接拿出來 那有在上線跟下線中間就可以了 那現在應該看不太出來啦 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 那每一台車的加完之後 進去都會有點不一樣 但是只要在上下線中間 就代表它是正常的好不好 好啦那這樣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就可以把我們的機油紙鎖起來 那鎖好之後一般會建議用尖嘴前 再鎖緊一點啦 這樣才不會讓人隨便亂開 好那這樣機油就換好了 那機油換完之後 廢機油就要倒到我們的 廢機油收集桶裡面 那你可以買現成的 也可以用像我這樣 那我這樣就是 全校洗衣精 就可以考慮開好這個做法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缺點就是它只能只能換三次機油 就藍機油好像到了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換機油到這邊結束啦 那可能會有些人想問說 欸為什麼少了一個歸零的動作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台車好像沒有歸零的按鈕 或者是插孔什麼的 就是老車都拿馬表都是用插的嘛 那還可以歸零 然後一千就會亮紅燈嘛 但是這台我都沒看到耶 這台好像是 該怎麼講 里程到零的時候 它會變成紅色的 所以到零的時候就要去換機油 好像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沒有歸零的這個東西 好吧 那這台就是 買不補100的換機油方式啦 那應該是跟125碟煞版或補煞版 應該都一樣啦 好吧 那這次的DIR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希望以後可以越來越多 我就可以把我們整個 機車換機油的全部收集起來啊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喔 再一次